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从月初就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这个本梦比一旦发动 有很多股票会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喷出 甚至会涨到怎么样 会涨到让大家难以置信 这就是一个抢签行情 无论如何大家好好的一个把握 那我相信这段时间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股票 确实也如我们先前所预期的 可以说是档档的一个喷出 那到底是哪些股票喷出 当然事后大家稍后了 我们会稍微的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回顾 那至于说今天整个大盘 早盘在创高17986 17986之后 你看这个17986 除了说距离这个万八的大关只剩下14点以外 距离台股的历史高点18034 基本上也只剩下不到5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代表其实整个多方的一个企图心 它是非常的一个强烈 只不过开高之后一路的向下压低 最后居然还跌落到盘下 以23点下跌23点作收 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来你看 连续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大盘 你光是日K线已经连五红 那甚至于如果说 如果说以这一次的一个低点在哪里 16162 有没有 16162 涨到今天的一个高点 17786 涨了1000多点 这中间几乎怎么样 除了就这里稍稍有回档一下下一外 从这里起涨以后几乎都没有回档 所以你也看到现在技术指标 整个K值一直都在一个高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毕竟它不会是一个常态 所以你让它喝杯水喘口气 这也很正常 而且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从前面几天 即便日K线收红 即便天天都在创新高 我们要告诉各位 大盘会是在震荡中 震荡之间来做一个行径 它会用一个碎步前进的一个盘间的一个方式 来往上推升行情 尤其前面有说过 你不要看行情 每天都在创新高 可是盘中怎么样 盘中的低点都有破平盘 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 整个行情我说过 完全符合我们说过的 多头握有绝对的优势 行情终究要去创高点 但是这个过程 重点是这个过程 它是用一个震荡盘间的方式 好那加上现在又来到万八大关门前 好那加上累计相当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想这个震荡的幅度 会更加的一个剧烈 所以今天拉回怎么样 今天拉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好那我说过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操作上面你只要注意 因为震荡格局在板 有些股票怎么样 有些股票在涨 有些股票在跌 对不对 那你说今天行情开高走低 难道没有股票创新高吗 难道股票没有涨停板的吗 都有嘛 所以告诉你什么 你只要把股票买对 然后用对的方法 什么叫对的方法 在对的时间切入该卖一趟 因为轮动得非常快速 该卖你就该卖一趟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 掌握到这些所谓这个要诀的话 我相信不管盘怎么震 你每个礼拜终究 还是可以开心的数抽票 就好比说 我们说过今天大盘开高走低 有没有 来 3062的建汉 今天怎么样 今天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来到37.6 什么叫做创新高 两个字形容赚钱 因为不论你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就算你是昨天来 昨天来你今天还是赚 你不论什么时候来 你都是大赚 所以我说过两个字形容赚钱 大盘今天有没有赚 没有 大盘今天是开高走低 可是怎么样 建汉 怎么样 它确实创下波段的新高 那更不要讲 你看今天高点来到37.65楼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从11月4号 11月4号 当时结束了连续的整理之后 第一天转墙 第一天转墙 有没有 11月4号 会员请买进3062的建汉 有没有 11月4号就在这里 有没有 后来 到了11月9号 因为我说过看好的股票 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就是有好的买点 你就是连续的买进 后来我们在11月9号 你看当时的低点还在哪里 当时的低点都还没有 26块的 25点多 有没有 我们再买 会员请买进 低轨卫星的3062建汉 有没有 好 那买完之后 下好离手 你看还没有发动之前 连续的买进 后来一发动 你看一路向上吞 从当时24块出头 涨到今天 37.65 投资朋友 24块2涨到37.65 有没有 已经大涨超过13块钱 24块的股票 大涨超过13块钱 有没有 已经大涨超过五成 涨到55.6% 即便今天大盘 是呈现一个 开高走低的压回 可是如果说 你的股票在创新高 我相信 今天依旧是一个 开心的周末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 恭喜大家 3062见看今天 再度创下新高 37.65 这一波我们大赚 因为毕竟 我们在24到26块 这个中间 我说过了 我们买进的一个区间 它不会在一个点位 我们会在一个区间里面 我们陆陆续续的买进 那你成本再高 我说过 我直接用最高的成本 告诉我的会员 你成本再高 你不会高过26块 那到今天 已经涨到了37块多 你再怎么样保守估计 再怎么样保守估计 至少都超过了 45%的一个涨幅 有没有 所以恭喜大家 我说过 低轨卫星 跟元宇宙怎么样 它就是双主流 你看 如果你的股票创新高 今天开心的周末 好 那除了建汉以外 还有什么 从礼拜一 礼拜二 我们陆陆续续的 调节掉一些股票之后 对不对 我们视频一直告诉各位 我想 整个盘面轮动的一个架构 我已经讲过不下千百遍了 好 那我说过 有些股票涨高的还要整理 我们就先出一项 这叫分段操作 可是有些股票 它整理完之后 它正准备要发动 所以如果说你分段操作 卖掉高档的股票之后 你就把钱怎么样 转到低档的股票 怎么样 整理过后的 准备要起涨的股票 我们接着继续再赚 所以我从礼拜一 礼拜二 我们在卖股票的当下 我们就一直告诉各位 如果说前面 你没有跟上威胜 你没有跟上位素 其他的股票 你都一律没有跟上的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股票 你就不要再错过了 尤其我每天在节目里面预告 你说你会来不及吗 我这样说好了 今天这档股票 攻上涨停板的2340的光磊 有没有 来 澡盘你好不好买 澡盘你好不好买 11月19号 对时对价 9点45分 9点45分 来 2340光磊 请会员在这边买进 2340光磊 公司转型专攻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都是未来先进制成的主流 近期涨最凶的汉磊 加金都是属于第三代半导体 最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接着下来2340的光磊 过去大家知道是LED的 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台亚半导体 未来将要专注在先进制成的部分 尤其前三季 获利已经达到1.78 相较于其他两家公司来看 具备比价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9点45分买进来 会不会买不到 会不会买不到 需不需要去追高 需要吗 来 成交量68760张 你会买不到吗 你会买不够吗 能不能赚得到 我从礼拜一礼拜二预告到 对不对 我就就算你是昨天才报名 你会来不及 每个人都来得及 对不对 好 那我说过为什么要买光磊 我们刚也讲了 讲到光磊 大家印象中第一个 这做LED的 对不对 这是LED 怎么现在变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 我说过为什么它要转型 如果说你停留 你的观念还停留 说光磊它是LED 那你就落伍了 我如果现阶段的科技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代的科技的一个产品 它讲求的是什么 它讲求的是 就是很小 体积要小 要很精巧 要很精巧 那你想 如果说我体积做小了以后 会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 我体积变小了 我的散热的部分 因为你毕竟 你一个科技的一个东西 它一定有电源 电源就会有发热 对不对 那我现在体积变小了 散热变差了 所以我本身就有几个部分 你要去特别留意 第一个 你的功耗要低 对不对 功耗低 是不是 它就不会那么热 又或者你本身 相关散热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本身会发热 所以你如果说 里面的零组件 你不够耐高温的话 你很容易 很容易会消毒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随着科技产品 越做越精巧 越做体积越小的 一个情况之下 低功耗 耐高温 这个就怎么样 就变成是接下来 在一些原件 电子原件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了 那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技术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第三代的一个半导体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 讲到第三代半导体 你想的一定是什么 汉磊 加金 对不对 汉磊加金 我说过这么多人 他们是好股票 未来也都有大空间 只不过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们已经长一段 你要去追吗 第二个大家都在讲 你要跟人家一窝蜂吗 我说过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至少等人少说我们再去 所以当大家在锁定汉磊 在锁定 加金的时候 我们带着各位 所锁定的是这一档 正准备要起涨 才刚刚准备要起涨的光磊 所以你可以看 汉磊 今天有没有涨 汉磊今天没涨 可是怎么样 光磊却是功上涨停板 而且不止如此 我刚也讲了 在这里 随着汉磊跟加金 都已经涨了一段 而且拉出比价空间之后 我可以告诉各位 后面接下来 整个光磊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集体直追 为什么要集体直追 你看 来 汉磊 前三季转多少 前三季转0.31 碳就没五角 0.31 三毛一 前三季 股价多少 股价157 今天收盘 都还有156 另外一家加金来 加金 获利好一点 比刚刚汉磊好一点 前三季转的0.95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加金今天收盘多少 143 143 一个赚0.31 今天股价156 一个赚不到一块赚的 0.95 今天股价143 那你再来看看 跟它一样是属于 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题材 的光磊 来 有没有领先群雄 它的前三季的获利 1.78 是汉磊0.31的几倍 是加金0.95的几倍 重点来咯 汉磊我们刚刚说 今天的收盘156 加金143 都是百元以上的股票 光磊今天多少 光磊今天收盘55 都还不到汉磊的三分之一 它前面加一个1 都还没有汉磊的高 对不对 可是它的获利是汉磊的几倍 当然我不是说 他们的股票就过高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看市场都还认同一下 汉磊像加金 这样的股票能够继续再往上涨 那如果他们都能够往上涨 获利比他们更好 北一比比他们更低 整个股价要相对低的 这个光磊 你认为它未来的空间大不大 我做过做股票 同一个雏群 同一个题材 我们又去挑怎么样 我们又去挑 未来空间最大 爆发力最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今天你说大盘 开高走低 可是你看你的股票 要不就涨停板 要不就创新高 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 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 而且 这个是怎么样 抱在手上继续在赚的 有些股票我们是已经大赚 获利出清的 那个加起来就更不得了 有什么时候我们大赚获利出清 我们刚刚讲的 2388的威胜 我们在礼拜一 大赚获利出清 11号 对吧 11月15号 礼拜一出清的 这两股票 不用我给你讲的 我们趁着连续两天的拉回 我们在低档买进之后 一发动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五天五根掌停板 我们在六字头买进后来 在一百块以上 最高一百零三块半 我没有出在一百零三块半 我直接告诉你 可是你可以去误误会语 我们就出在一百块以上 几乎也是在最高点 你买六字头出在一百块 哪一个没有大赚你告诉我 对不对 好 除了威胜以外 有没有 我们15号全数获利出清 除了威胜以外 威速更猛了 从上个礼拜一发动以后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六天怎么样 六天六根掌停板 六天六根 从当时三十出头 一路涨到五十九块二 甚至于怎么样 再隔一天 就是他拉出六根掌停板之后的隔一天 居然还创下六十的一个波段的新高 换句话说这一波 他从当时三十出头一路涨到六十块钱 涨了将近一倍 重点是几天 六天七天的时间 标不标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一样 我们在16号 3508的威速 全数大赚出清 有没有 我们准备买下一档标股 有没有 来 威速 有没有 我们在这一天卖掉16号 而且你看 时间对时对价 一开盘 一开盘 不是在尾盘 打到跌停板 我才卖的 我是在一开盘 我就出掉9点18 有没有 那时候高点都还在六字头 就算你没有卖在高点六字头 基本上你也卖在平盘附近 那你看 六天六根掌停 三字头买进的股票 一路涨到将近六字头出清 哪一个没有大专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 同一天我们还有什么 我还卖掉了通心店 通心店我们做几趟 来 一样 简单看一下就好 这一波我们在10月19 10月19在哪里 这样 通心店来 10月19在这里 有没有 当天的低点 235块 有没有 后来买完以后 一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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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哪里 涨到11月2号 已经来到了287块 先出一趟 有没有 先出一趟 因为没有什么道理 就因为你要整理 你要整理我就分段操作 后来有没有整理 就整理 有没有整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分段操作的精神 那后来整理完之后 来 11月9号 有没有 在哪里 在这里 整理完之后 第一时间转强 怎么样 再买回来 买进6271通心店 有没有 一直到 这一波 11月16号 涨超过300块 来到302块半 我们怎么样 我们全数 怎么样 获利出清 有没有 有没有 11月16号 全数获利出清 那么时候的高点 都还有300块 我们还做了两趟 哪一趟没有大转 对不对 那另外 还有一趟 11月17号 礼拜三 一样 全数获利出清 来 恭喜会 我们在104块附近买进的 我们现在 股价来到122块 我们全数获利入代 华讯也是元宇宙 我最早推荐给大家的股票 还是送给你的股票 从100出头涨到120几块 你哪一个没有大转 这个礼拜 我们出掉了 从微生开始 未速 然后出掉了同心店 出掉了 华讯 有没有 然后我告诉过 我买了这些股票 不是看坏他们的未来 而是我的资金怎么样 要锁定更新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们买了谁 我们买了今天 拉出涨停板的 有没有 光磊 对不对 有没有开心 转完再转 这个就是这个礼拜 我们会演的操作 那我相信 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是同步的 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既然这个礼拜 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周末 所以开心 当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同乐活动 什么样的一个同乐活动 你也看到了 叫做答题 拿标股 拿什么标股 下个礼拜 因为本孟比的行情 就是一档接一档要发动 最新的这一档 我预告了一个礼拜的光磊 今天也动了 那下个礼拜 当然也有新的股票要发动 好 那今天就要答对 我问你的问题 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最新锁定的怎么样 给带回去 这个就是我们周末的 一个同乐活动 好 那到底题目是什么 下个节目回来 马上跟大家 来做一个揭晓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对于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先前我想一开始 大家还有一些怀疑 什么叫本孟比 真的有本孟比行情 那哪些股票会不会涨 真的会涨到 像我所说的 大家不堪置信吗 那你看 到现在也不过就是 还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有没有一些股票 已经涨到你难以置信 微生微生有没有 有没有 五天五根涨停板 还有谁 位数六天六根涨停板 有没有让各位 有点涨到难以置信 好那这些股票 我们刚刚也说过了 我们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我们三天陆陆续续的怎么样 全数的一个获利了结 不是看外未来 而是怎么样 而是我们要让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从礼拜一就开始预告 从我卖掉微信 我就开始预告 我们资金要准备 转入最新的一个标的 同样是在本孟比行情里面 会喷出的股票 那我想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不论你哪一天来 你绝对都来得及 因为这档股票怎么样 今天都还很好买 今天你都还不用去追 但是你买了 当天就攻上掌 所以你看这个礼拜 不管是我们的会员也好 不管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好 是不是全数怎么样 都是大丰收 而且还怎么样 还有一档3062的建汉 低轨道的卫星 今天怎么样 也创下了破断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 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开心的一个礼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规划了一个同乐的一个活动 叫做怎么样 答题拿标股 拿什么标股 就是下个礼拜 正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我说过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的成本比我高了 对不对 没有必要 你跟着我锁定下一档 那下一档你也不用去猜 今天我问你的问题 你也要答得出来 而且我说过了 我不会刁难各位 我只问 我问各位的问题 几乎都是送本体的 你有听节目 有看节目的 一定都答得出来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答案 告诉我们的助理 你就可以把我们下个礼拜 最新锁定的股票给带回家 好 那至于说来 重点来咯 这就是重头戏咯 对不对 这个礼拜我们说过 我们的绩效 我敢讲了 领先群雄 可是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你也不用来追 我们锁定下一档 那下个礼拜最新的 本梦比达行情是哪里 只要答对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那一档就是你的 那请问我们在这个礼拜 出掉了哪几档 喷出的大赚的一个股票 到底哪几档 有没有魏肃六根的涨停板 有没有魏胜五根涨停板 有没有同心电 创了新高华逊大赚 到底是魏肃 魏胜 同心电 还是华逊 还是以上这四档 全部都有 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带回家标股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